这期继续分享逆流第八篇,好棋子啊 看到对方拿出的家伙,宁愿忍不住赞叹了一声 那个棋盘其实还好,只是比较好一点的木头做成的板子,算不上有多特殊 其实,不管是象棋还是围棋,最好的棋盘都不是木板而是木墩,要一大块木头做成的 不过现在是出门在外旅行的时候,要求肯定不能那么高 能随身带这么一块木板而不是折叠的棋盘,已经是这位老人最后的倔强了 但是他的棋子确实是精品 如果宁愿没看错的话,这幅象棋子应该是用酸枝红木做成的,而且是洋雕字体制作 整个棋子更具立体感,细节更好 更为关键的是,这幅棋子明显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了 每一颗棋子都有一种被把玩过很多次的那种圆润包浆的感觉 宁愿觉得,这幅棋子怕是至少有个大几十年的历史 使用了大几十年却还依然十分完好,也足以证明他的质量之高 你小子眼力不错,看来是个高手,我得多用点力才行 听到别人夸赞自己的棋子,老人顿时眉开眼笑了起来 不过他的态度也认真了不少 他很清楚,能看懂棋子价值的人绝对是懂象棋的 这种人棋力一般也不会太差 自己还是要多多小心,免得阴沟里翻船 两人很快摆好了棋子,老人也没有客气 直接就把棋子重重地一拍 啪,这是很多象棋爱好者的习惯,对他们来说 走棋吃棋如果不能重重地拍下去 那感觉就差了很多 但是,宁愿却微微皱了皱眉头,回头瞥了一眼正在睡觉的刘静月 我的动静太大了,吵到你的小女朋友了是吧 我会注意的,老人也是察觉到了她的异样 她并不是那种没有素质的人,只是多年的习惯而已 在有了这么个意识之后,她在后面下棋的时候就注意了很多 有的时候举起棋子来,想要重重地拍下去 却又突然想起了这一茬,轻轻放下了 这让宁愿对她的好感增加了许多 她看得出来,这个老人不是个普通人,应该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 像这样习惯于身居高位的人竟然会为了不影响到别人而强行改变自己的习惯 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为了表达自己的敬意,宁愿也用出了自己的全部齐力 结果?小伙子,看不出来真有两下子啊 三局过后,老人一和两副,表情已经有些不自然了 他对自己的齐力还是很有自信的 现在突然被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小年轻给杀得凄惨无比 确实是面子上有些挂不住 唯一和的那一局,对方还有些放水的嫌疑 这让他更加郁闷了 老先生的大局观和布局都是很好的 不过我年轻,占了个算力的优势,也算是胜之不武了 宁愿笑着说道 他也不得不承认,这老人的齐力确实很强 也就是自己水平够高,又占了个年轻的便宜 否则不可能有这样的战绩 你小子也别太得意 这是因为在火车上 我老人家担心拍棋子的声音太大影响到别人 吓得不舒服,才让你减了便宜 老人虽然输了,却不是很心甘情愿 火车上毕竟条件有限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不过你老人家的高风亮节 还是很让我们这些晚辈敬佩的 宁愿陪着笑 怎么没有办法 我看你们好像也是去特区的 等到了地方 你跟我到我家去杀两盘 到时候 我们就算是把棋子拍碎了 也不会有问题 老人的棋音很大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高手 那是不肯就这么轻易放过的 如果到时候有时间的话 我一定会去拜访的 宁愿笑着说道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那自然是就算了 虽然看得出来老人不是个普通人 但是宁愿并没有太过上甘子八戒的意思 他对于攀附权势并不怎么感兴趣 虽然实际上他结交的权势比很多人想象中的都要多 而且 他也并不希望利用自己的个人交情给工作地拉太多的帮助 他更希望自己工作的地方发展起来 靠的是当地就有的东西 这样 即使以后自己离开了那些地方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行 我可记住你的话了 你要是不来找我的话可不行 老人又从自己随身带着的包里翻出了一张纸条递了过来 明远接过一看 纸条上写着老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 大概是他家里人怕他走丢找不到家准备的 不过 这位叫秦汉林的老人像其吓得那么好 脑子根本就不可能糊涂 而且 以宁愿的眼光来看 他的身体也很健康 至少三五年内不会出什么事 所以他把这纸条当成名片发倒也没什么问题 好的 我记住了 宁愿点了点头 秦汉林这才满意地把自己的棋子和棋盘收拾了起来 他的年纪毕竟是大了 虽然刚才三局棋下的比较过瘾 但是都输了 还是比较伤神的 他需要休息一下 不过秦汉林并没有直接睡觉 而是靠在自己的床位上 和宁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 当他听说宁愿竟然是宁北省一个小乡镇的副乡长 这次去特区是为了乡里面刚成立的施工队找活干的时候 也是有些动容 像你这么踏实努力的年轻人不多了 宁愿笑了笑没有接这个话茬 他觉得自己做的都是该做的事情 只是因为很多人并没有做该做的事情 反而让他显得有些突出了 但是这并不是他的本意 他只是想做点事而已 不过路上能有秦汉林这样一个知识渊博见多识广的聊伴 真的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 虽然到特区还有一天的路程 但是在两个人的闲聊中 时间竟然过得飞快 就连刘静月睡完觉感冒好了之后 听着两人的聊天 也是入了迷 终于 火车到了特区西站 在秦汉林一定要去看他的叮嘱声中 宁愿带着刘静月下了车 终于 他们要在这个国内最顶尖的大城市寻找机会了 虽然不太想借用关系 但是刚到特区人生地不熟的 为了尽快打开局面 宁愿还是找了人帮忙 主要是他的时间紧迫 如果自己在这里瞎摸索的话 恐怕花上一两个月的时间 都未必能有什么效果 宁愿找的这个人是他师兄介绍的 就是首都医院的那位高副院长 能够在医院副院长位置上工作几年的人 那人脉自然是非常宽广的 而首都医院 则是要在这个非常前面 加上好几个更加 高副院长很快就找到了 特区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 不过那位开发商听说 只是高院长的朋友 也没有亲自出面 只是派了自己的一位助理 接待了宁愿 陈总你好 我是高副院长的朋友宁愿 我在宁北省高山县白石头乡工作 这是我的同事刘静月 见到这位助理 宁愿还是很高兴 虽然只是一位助理 但是老总的助理 基本上也就相当于是副总级别 让他帮忙办大事或许有点困难 但是安排一个百来人的施工队 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 宁先生你好 坐吧 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梁总交代过 高副院长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 陈元看起来也很亲热 但是话语间又带着几分疏离 这也怪不了他 毕竟他们特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见过的大场面大人物太多了 对宁北乡镇来的两个土包子 实在是提不起什么兴趣 如果不是老总交代下来的事情 让他尽心去办 他恐怕都不会亲自见这两个人 是这样的 我们乡里成立了一个建筑劳务公司 想组织一波农民工到特区来打工 第一批工人有一百来人 希望陈总能帮忙安排一下 宁元也没有多客气 直接提出了要求 这点要求对陈元来说 一点难度都没有 没问题 你们把人送来 我安排个项目部接收一下 光是他们公司正在开工的工地 就有好几个 另外他熟悉的公司 在开工的工地不下十几个 别说是一百来个农民工 就算是再多几百个 他也能安排得下 陈元只觉得这件事实在是太简单了 完全不值得他亲自去安排 太感谢陈总了 谢谢您 宁元和刘静月都是大喜 事情轻松到出乎他们的意料了 如果只是这件事的话 那就这么定了 你们组织好人就带过来 然后找我安排 陈元站起身 准备离开 我还有个会 就先不陪你们了 陈总 稍等 宁元却突然把他给喊住了 我还有一件事想要麻烦您 你还有什么事 陈元站住脚步 皱着眉头问道 他觉得这个土包子 有点不识好歹了 自己那么痛快地答应了 他们的第一个要求 已经是很不错了 怎么还能没完没了呢 不好意思 刚才我没有说清楚 察觉到对方的语气中 已经有了几分不耐烦 宁元连忙陪笑 我知道建筑行业的惯例 都是后结账 但是因为我们乡里财政非常紧张 没有办法垫付农民工的食宿费用 所以能不能请陈总酌情照顾照顾 这个怎么照顾 难道要让我去让那些项目经理 先给你们那里的工人 每个月发点钱 陈元心里已经有了些火气 如果能每个月发些生活费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了 我们的农民工都非常吃苦耐劳 生活费不用太高 够吃饭就行 宁元也知道这件事不合规矩 但是没有办法 毕竟一百多农民工 就算每天十块钱的生活费 一个月也得三万多块钱 到年底发工资之前 至少要先垫上十几万块 这对于白石头香来说 可是一笔大数目 别说本来就不支持自己的屈量 就算是还算比较支持自己的龙四海 听说要垫付这么多钱 也绝对不可能同意搞这个建筑公司 但是农民工又不能不吃饭 让他们出来打工 也不可能让他们自己带生活费 更何况 绝大多数家庭 只怕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来给他们带出来 所以 宁元只能请施工方帮帮忙 这也是他找了关系的原因 万事开头难 刚开始 白石头香的建筑工人们 没有经验没有本钱 肯定会很困难 可是 只要他们干上一两年 能力得到了很多施工方的认可 也赚到了一些本钱 后面的工作自然就顺当了 所以这个好头 明远是一定要开的 你们这可不合规矩啊 但是陈元却不在乎他的那些想法 想要先拿到钱 是所有工人的想法 但是在建筑行业 不管是施工方给工人发工资 还是甲方给施工方发工资 都是后付的 这就是行规 已经实行了很多年的行规 作为这个规定中的最大受益者 陈元当然不希望这个规矩被破坏掉 你可以去问一问 我们整个特区所有的建筑工地 你随便找一个工人问问 有没有还没干完活 或者没到过年 就能拿到钱的 你随便问哪个都行 陈元不耐烦地挥挥手 我们并不是要全部的工钱 我们只是想要一点生活费而已 毕竟我们都是农民工 很困难的 没有生活费 连饭都吃不上 宁元继续恳求道 出来打工干工地的 哪个家里面不困难 不困难的 谁还来干工地 这一行的规矩 就是谁带出来的人 谁给发生活费 毕竟你们挣钱 不能不出点成本吧 陈元看出 宁元还想要说点什么 又是一伸手 直接把他的话给截住了 如果你还想说这个的话 可以不用说了 这是行规 别说我 就算是梁总 也不好破了这个规矩 我还有个会要开 工人你 随时送来找我就行了 但是生活费 我肯定没法解决 说完 他就直接大步离开了 这个人怎么这样 一点都不同情理呢 看到人走了 刚才吓得一句话 都不敢说得刘静月 这才愤愤不平地站了起来 也不能怪人家 这确实是行规 只是我们的条件太差了一些 宁元苦笑着摇了摇头 看来他还得想点别的办法 十几万的资金缺口说少不少 但是要说多 还真的是不太多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很多 比较正规的就是银行贷款 搞公司嘛 没有点贷款 怎么像话 反正是公办的公司 有白石头 相党委政府为后盾 去银行 带个十几万的资金来用用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如果不行的话 他还可以找民间资本去借 实际上 十几万甚至都不用找什么资本去借 明远认识的那些朋友 什么谢飞马万春 甚至他自已 都能随便拿出这笔钱来 借给公司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让农民工们多从家里带点干粮 然后每个人都带点生活费 大家咬咬牙 四个来月也就过去了 总之 只要想 办法总还是有的 但是这些办法 宁远都不太愿意用 宁远觉得 干了活就拿钱 是很正常的事情 项目部或者甲方 或许可以以工程没有完工 需要验收后才能付钱 免得偷工减料 降低质量这样的借口 压抑部分工程款也不是不可以理解 但是 每个月发点生活费 又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 凭什么就不能做呢 虽然这个行业的潜规则 或者说所谓的行规 就是先不付钱 可是行规就一定正确吗 这种错误的行业规定 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 是一定会被淘汰掉的 但是总需要有个人来 先稍微打破一下 明远决定掀起这个头 就算是为上一名农民工 争取一下好了 走 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 然后再说 做好决定之后 他带着刘靖岳找了个宾馆住下 当然 他们俩是开的两个房间 一路周车劳顿 虽然后半城市做的卧铺 但是火车卧铺 也不可能休息得太好 他决定先休息一下 养精蓄锐好应付接下来的事情 逆了一个多小时后 宁远的精神好了很多 旅途的疲惫 基本上被清除干净了 他拿起电话 拨通了陈元的号码 陈总你好 我是之前和您见过 面底白石头香的小宁啊 不知道您晚上有没有空 我想请您吃个饭方便吗 您没时间吗 那明天呢 实在不行 后天也行 今晚您有一个酒会 要参加是吧 那好 我在那酒店定个房间等着您 陈元对于宁远的邀请 百般推托 像他这样的人 每天都有十个以上的各种邀请 如果要是都参加 那不是被累死 就是被喝死 可是宁远颇有些百折不挠的精神 他也有些没办法 只能答应 让宁远在自己要参加的酒会旁边定个房间 自己抽空去过去一下 这很明显就是为了敷衍 这种敷衍恐怕是谈不下任何事的 可是 如果宁远不接受 那么他连敷衍都得不到 求人办事 有的时候比登天都难 作为一名出色的医生 以往宁远都是被求的那个人 直到今天 他才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不管怎样 先把态度摆出来 宁远打了酒店的订房电话 准备定一间房 马上他又被酒店的价格给吓了一跳 这个叫香格里拉的大酒店 即使最小的一间房 也需要1888的低效 这个价格 着实有些超出了宁远的心理预期 不愧是特区的豪华酒店 只有一万块钱 算是全部经费的白石头香建筑公司 可消费不起这种档次的酒店啊 不过宁远还是硬着头皮定了下来 就当是来了大城市 自掏腰包去享受一下生活吧 定完房之后 还有些肉疼的宁远 去敲响了刘靖月的房门 走 今晚带你去吃大餐 账上的钱不是太多 我们还是别太浪费了吧 刘靖月虽然是仕途菜鸟 但也清楚 很多领导都喜欢 借着出差工作的名头 用公款大吃大喝 他可不希望宁远也是这样的人 如果他想要吃什么大餐的话 回去他可以请客 但是用公款还是不要了 不是公款 我个人请客 房间都订好了 见刘靖月 多少还保留着几分学生的纯真 宁远还是很欣慰的 现在这些干部 尤其是基层的干部 干不了几天 就会被污染掉 刘靖月工作一年多了 竟然还觉得公款吃喝不对 还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 这或许也是因为 他一直都体弱多病 请假很多 没什么机会公款吃喝 怎么好意思让您请客呢 您治好了我的病 我应该报答你的 这样吧 这顿饭我请客 就算是对你的报答了 刘靖月误会了宁远 看起来有些不好意思 只能用强请客的方式 来化解自己的尴尬 好了 这个就不用和我争了 其实我主要请的不是你 你也算半个主人哦 宁远笑着说道 刘靖月突然有些脸红 他不知道宁远说 他也算半个主人是什么意思 在他老家那里 只有一家人才会这么说 难道 刘靖月把头低了下去 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 你好好准备一下 今晚毕竟要见客户 最好打扮漂亮点 宁远的声音却越来越远了 直到听到砰的一声关门声 刘靖月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 他已经回了自己的房间 原来半个主人是那个意思啊 刘靖月松了口气 又好像有些遗憾 他慢吞吞地回到房间里 开始洗澡化妆换衣服 两个小时后 等刘靖月再次出门的时候 宁远已经急得不行了 走吧 最终 他把满肚子的吐槽都给憋了回去 两个人一起打车来到了香格里拉大酒店 宁远对这里的奢华比较习惯 比这更加奢华 更加高档的酒店 他也享受过 没什么好不适应的 刘靖月竟然对这个地方也比较习惯 不过 考虑到他有个很有钱开高档酒店的一副 似乎也没什么毛病 我姓明 我有预约 宁远报上自己的姓明之后 被带到了一个很小的房间里 这是您要的小包间 六人桌 您需要现在就点菜吗 服务员客气地问道 看着房间的模样 宁远知道 自己为了省钱 做出的这个选择 只怕是不太对的 这个房间实在是太小了 太不场面 陈远只怕不会喜欢 虽然只见过一面 但是宁远对看人面相 也有一定的研究 他看得出来 那个陈远应该是一个非常爱面子 非常讲究形式的一个人 这样一个人 如果你弄了一个很小的包间来招待他 那么他会认为 这是在侮辱他 所以 哪怕是搞一个十多人的大桌 然后全都空着 也不能弄一个六人小桌看着拥挤 小桌和小房间 只有关系到了一定程度的人才能使用 显然 宁远和陈远的关系 还没到那种程度 不好意思 我们能换一个房间吗 我没想到 这个房间这么小 我可以加钱 为了不得罪人 宁远只能选择换一个房间 哪怕是需要加钱 也没办法了 非常抱歉 我们酒店的房间 已经全都被订出去了 现在一个房间都没有 服务员用对讲机和前台沟通了一下 就给出了答案 没有多余的房间了 他们只能用这个看起来相当没面子的房间 没有办法 宁远只能把房间号发给陈远 然后在这里等着 至于陈远来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 他也不知道 只能听天由命 先生 您的菜是现在点吗 服务员见他有些走神 只能再次开口提醒 你帮我安排吧 我们三个人 按照人均一千块的标准 再给我上两瓶茅台 凉菜掀上 热菜等等 宁远咬了咬牙豁出去了 房间的档次不够 那就只能从菜上来补了 原本这个包间的低销 只有1888 但是宁远上来 直接就是人均一千块钱的标准 再加上两瓶茅台 这个档次绝对算是不低的 反正来都来了 如果非要扣低销 也没有意思 还不如豁出去了 他只希望陈远能看到他的诚意 好的 那我就给您安排了 服务员有点小高兴 本来他以为服务小包间 不会有什么油水 没想到这客户还挺大方的 人均一千的标准 即使是在他们这种级别的酒店里 也是中等偏上的 再加上两瓶茅台 还是能赚到些钱的 嗯 宁远心不在烟地点点头 这也太贵了吧 吃顿饭要花这么多钱吗 等服务员走了 刘静月终于忍不住 低声惊呼了起来 刚才有外人在 他不好意思开口 免得被人看不起 舍不得孩子套步着狼吗 宁远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要不 我也分担一些今晚的开销吧 毕竟你说了 我也算是半个主人 刘静月怯怯地说道 下次 下次请客让你掏钱 这次因为地方是我选的 都没有和你说一声 所以还是我来吧 宁远哪能让他掏钱 L 虽然女孩子的家境似乎是不错 但是平时穿戴使用都很朴素 怎么看都不是一个乱花钱的女孩子 宁远能让她一下子花掉 自己几个月的工资来吃一顿饭 显然不可能 我不介意的 刘静月还想要争辩一下 好了 就这样定了 你坐一会 我出去看看陈总到酒店了没有 宁远不想跟他在这个问题上争什么 干脆起身出去了 当然 他也是为了盯一下陈元到哪了 按照后者的说法 今晚在这酒店里 有一个大型酒会 好像是特区房地产界的一个活动 说实话 宁远其实也挺想凑过去参加一下的 毕竟是房地产界 都是可以给他的建筑公司一口饭吃的 多认识几个人 总没坏处 不过 既然陈元没有主动邀请他 就意味着 人家不想让他出现在那个场合 毕竟对陈元来说 宁远不过是一个西北来的乡巴佬 带这样一个人去酒会 是要丢面子的 好面子的他 怎么可能这么做 宁远自然也不会自作主张跑过去 以免惹怒了他 他只能在酒店大厅里转悠几圈 时不时还掏出手机看两眼 刚才陈元已经回过他的消息 说是等会会抽十到十五分钟到他这边来坐一下 宁远正转悠着 突然听到有人喊他 小明 宁远回头一看 竟然遇到熟人了 只见一个四十来岁的成熟男人 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 似乎是正在从大厅路过 不过成熟男人见到了熟人 他身边的那些人自然也都停下了脚步 那些人全都用好奇的眼神打亮着宁远 他们都在猜测 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能让孙市长主动停下来打招呼 孙叔叔 您好 真没想到在这里见到您 他连忙礼貌地打起了招呼 这人是孙家的一名远亲 不过因为孙老地位高 远亲也走得近 他以前没事没少经常往孙老面前凑 算是孙老侄子辈的人物 宁远按着孙老那边的辈分 也就叫他一声孙叔叔 不过这一年来 宁远没见过他 现在看来 大概是外放到特区工作了 还真的是你啊 小宁 我刚才都以为我看错了 孙海洋见到宁远 连忙走了过来 态度极为亲热 虽然自己现在贵为特区副市长 也算是位高权重 不管去哪里 身边都前呼后拥着一大堆人 但是他很清楚 自己的权势地位都是从哪里来的 没有孙老 他现在能当个县长就不错了 而眼前这小子 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孙老最信任的人 比自己要得宠多了 对于孙海洋来说 跟宁远搞好关系非常重要 上次见到你还是一年前吧 你比之前黑了好多啊 是也敢朝留学他们美黑吗 他直接上前来拉着宁远的手 开起了玩笑 这让他身后 那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商人们 都在心中暗惊不已 要知道 孙市长虽然是副市长 但一向都是以严厉没有情面著称 哪怕是面对市长书记 脸上也很少会有笑脸 谁能想得到 他竟然对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如此亲热 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所有人心中 都开始留意起了宁远 他们决定一会一定要好好调查一下这个人的身份 我最近在宁北工作 可能是有点晒黑了吧 宁远笑了笑 孙叔叔是不是有事要忙 您先忙您的 不用管我 宁远觉得让孙海洋身后那么一大堆人跟着他站自己面前实在有些难受 可是他没想到 他这一句话 再次让那些人彻底震惊 所以 这小子竟然好像不怎么看得上孙市长 孙市长主动找他聊天 他竟然还有些不耐烦 妈呀 这是什么样的人物 要知道 孙市长背后可是有很大背景的 难不成这小子的背景更大 大家都只能猜测 毕竟连孙海洋都要客气对待的人物 他们可不敢随便瞎插话 那好 等我这边结束了 给你打电话 你小子可别着急溜浩啊 孙海洋虽然被赶了 却并没有生气 这种说话方式 是只有非常亲近的人才会有的 孙海洋虽然是孙老的亲戚 但是孙老其实一直都不怎么看得上他 所以 宁远的亲近 也让他微微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孙海洋的态度 自然也就影响到了他身后那一大群人的态度 他们现在看宁远 竟然有了几分高山羊指的感觉 好的 我等您电话 宁远挥挥手 又溜达到别的地方 继续去等陈远了 我们走吧 孙海洋挺了挺腰杆 再次恢复了严肃的表情 众人跟着他继续往那边走去 不过有几个人 却一直在不停地回头捕捉着宁远的踪迹 这个年轻人值得重点关注一下 宁远并没有在意孙海洋的这个小插曲 之前在孙家的时候 孙老对自己的这个远房侄子的评价是难成大器 宁远自然是不愿掺和到孙家的资源分配中的 所以他并没有表达过对孙家任何一个人的看法 哪怕孙老直接问他 他也只是岔开话题而已 其实 孙家很多人都很想跟宁远套套近乎 尤其是那些远房成员 他们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随便见到孙老 但是宁远任何时候想见孙老都是不会受到阻拦的 在很多人心中 宁远的地位甚至堪比天天跟在孙老身边的警卫参谋刘文明 刘文明那可是孙家嫡系第二代有什么事都要找来一起商量的主 而宁远也经常会被孙家的第二代咨询一些问题 所以对于很多孙家的远房来说 宁远完全可以成为他们和孙家核心 尤其是孙老取得联系的一个纽带 只是有一点宁远不太明白 既然孙海洋不怎么受待见 又怎么能被安排到特区来为以重任呢 特区可不是别的地方 这是国内改革的最前沿 是国内经济的重中之重 能被派到这个地方来任职 怎么看都是在重用 不过这些都是孙家的安排 宁远并没有想要涉足太深 他还是老老实实当自己的小富乡长比较好 宁远足足等了有差不多一个来小时 才看到陈远从另一边摇摇晃晃地拐了出来 陈总 我订的房间在这边 我扶您一把 他连忙迎上去 扶住了陈远 宁远没想到 这家伙参加个酒会竟然能喝这么多 按道理来说 酒会这种场合不是端一杯酒 就能喝一整场吗 这种地方怎么会喝多呢 称 他并不知道 陈远刚才在酒会上被人给为难了一番 然后又为了给老板争面子 连喝了几大杯高度福特价 饶氏他酒量相当好也有些顶不住 这才找借口跑了出来 想要缓一缓 小宁 你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 我很忙 没有太多的时间分给你 陈远想要去洗手间吐一下 把肚子里的酒都吐出来 然后再回去继续跟别人拼一把 这也是他们这些酒精考验的一项本领 但是被宁远扶着 他总不好意思说自己想去洗手间吐酒吧 我先带您到房间里坐下歇歇 然后帮您醒醒酒 绝对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的 宁远并没有搞清楚这家伙的意思 手上加了点力气 就把他往自己的房间拽去 当然 他并没有多余的心思 他把陈远拽来 一方面是想要沟通一下建筑工人生活费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 他有准备好的醒酒茶 想给这家伙喝一点 宁远这次出门考虑到酒席文化中 求人办事的人需要多喝很多酒 所以特地亲自配置了醒酒茶袋上 以备不时之需 没想到这东西自己还没用上 反而是先给陈远用上了 他把陈远放在椅子上 然后倒了一杯茶递了过来 可能是因为喝了太多酒 有些口渴 陈远没有迟疑 结果茶水一饮而尽 喝完之后 他竟然感觉意外的舒服 于是又要了一杯喝下 陈总 您现在有没有好一些了 明远看他连喝两杯醒酒茶 原本有些涣散的眼神似乎重新凝聚了 就知道这家伙的酒应该是醒了不少 您在酒会上喝那么多酒 恐怕也没什么时间吃菜吧 要不现在我们这吃一点点点 也好保护一下胃 你们这个房间很简陋吗 陈远恢复了精神 这才开始打量起了房间 只一眼 他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这个房间也太小了 这桌子也是 只放的下六百椅子 这种当次的房间 简直就是没有诚意吗 要是让别人看到自己在这种房间里吃饭 还以为自己不行了呢 你们白什么香 白石头香 宁远连忙接了话 对 白石头香 经费应该很少吧 怎么能浪费在这种地方 我还是不吃了 给你们省点钱吧 陈远黑着脸批评道 他嘴上说是要给省钱 实际上他不可能不知道 这里的包间都是有最低消费的 你只要订了房间 哪怕一个菜不点 也要交最低消费的钱 他这么说 只是为了拿捏而已 你们白石头香 钱花都花了 却不舍得大放一点订个大房间 是我的错 陈总批评得对 不过我们来都来了 要不你就凑合着吃一口 宁远心里不爽 表面上却是不敢表现出来 刘静月就更不敢说话了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很会外场的女孩 这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算了吧 我还是给你们省点钱好了 陈元健自己话都点出来了 这两个土包子却丝毫没有要换房间的意思 顿时就生了气 他直接起身就要出门 吴主任 您怎么在这里 然而刚一开门看到一个人 直接让他傻了眼 你是 门口站着的是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男人 那人原本还在四处看着 突然看到陈元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还叫出了自己的职位 不由得也是愣了一下 我是金海地产的小陈啊 刚才在酒会上 我还跟着我们梁总给您敬过酒 陈元心中的不快瞬间一扫而空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能有单独见到吴主任 并且和对方搭上话的机会 如果真的能和这位大佬建立起一定的关系 那么自己在金海地产的地位 肯定会节节攀高 到时候 只怕梁总会立刻给自己一个副总干干 不过 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 区区金海地产的副总 自己只怕是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特区像金海地产这种级别的房企有很多 还有更多比金海地产还要强大的房企 但是 并不是每一个房企都有资格 直接和建委的吴副主任搭上关系 这可是建委的副主任啊 在整个特区建筑行业 他就是如同天一般的存在 陈元九还没有完全行 一时间 竟然已经开始畅想起了自己的美好未来 然而 被他视为美好未来最大支持的吴副主任 却直接绕过了他 急匆匆地走进了房间里 是宁先生吧 孙市长刚刚交代 要让我看一下您在这里 吃饭吃得是否舒服 他怕您有什么事 不好意思跟酒店说 特地派我过来 您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 不管是任何事情 您都可以放心地交给我去办 吴副主任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 半弯着身子站在宁远面前 仿佛见到领导一般 也怪不得他这么卑躬屈膝 他也算是特区比较靠近孙海洋的一名干部 刚才他就是随口问了一句 之前那个年轻人是谁 孙海洋也是随口一答 说那是连老爷子都非常看重的宁远 只是这么简单一句话 直接让吴明远的脑子里像是爆炸了一般 他靠近孙海洋 就是因为他无意间得知了孙海洋的背后是孙老 有这么强硬的靠山 所以 孙海洋未来的前途一定是不可限量的 吴明远当然要抱住这个大腿 其实也相当于是抱住了孙老的大腿 所以 当他得知 刚才看到的那个人竟然是孙老非常看重的人的时候 他立刻就打起了十二万分的精神 孙老看重的人 别管年龄大小 别管现在是在干什么 未来一定是无限光明的 吴明远抱孙海洋的大腿 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挤进孙系的体系中 现在又有了一位体系中的重量级人物出现 他怎么能不有所表示 所以 吴明远离开酒会 到处一顿打听 竟然还真让他找到了宁远的房间 他可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凑上去套套 近乎再说 然而他这么一套近乎不要紧 站在门口的陈元 整个人直接妈了 什么情况 为什么自己还需要上杆子八戒的吴主任 竟然跑去八戒 自己都有些看不太上的宁远了 而且 吴主任的姿态之低 表情语气之肉麻 让自己看着都甚得慌 所以 这就是自己不能成功 而人家成功的原因吗 或许是因为 酒精还在发挥着作用 陈元的脑子里 总是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不过 不管他有过一些什么想法 他都觉得 自己不应该漠视眼前发生的一切 因为在他看来 吴主任一定是搞错了 那个宁远 就是从宁北一个小乡镇过来的人 是帮着他们那里的农民工来特区找活干的 他要是真的有什么市长建委主任的关系 还用得着低三下四的求自已 所以 陈元可以断定 宁远一定不是吴主任要找的人 而这个时候 就需要自己出马 来帮领导搞清楚状况 说不定还能因此获得领导的赏识 吴主任 您可能是搞错了 这位同志是宁北来的一个乡镇干部 他不可能认识孙市长 陈元两三步走过来 在吴主任的耳边低声说了一句 然后又抬起头 瞪着眼睛看向宁远 宁远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向吴主任道歉 并且告诉他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 宁远很清楚 这个姓吴的肯定没有认错人 他的记忆力很好 记得这家伙就是刚才跟在孙海洋身后那一大群人其中的一个 而且还是站得离孙海洋很近的一个 宁远唯一没搞清楚的是 这家伙是孙海洋派来的 还是自发来找自己的 不过好像不管是哪个 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反正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接近孙家核心成员 接近孙老 而宁远 是不可能给他们签这个县搭这个桥的 所以既然成员让自己说认错人了 干脆就这么说吧 不好意思这位领导 您可能是认错人了 我不认识什么孙市长 吴主任是什么人 别看他胖 但是给他沾上毛 那就是个猴 几乎只用了一秒钟 他就已经看明白这里面的情况了 很显然 这位小宁同志应该是有什么事要求后面那人的 但是后面那人对小宁同志就不怎么样看得上了 然而 那家伙却需要来拍自己的马屁 吴主任瞬间理清了这其中的关系 并且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 这里什么时候有你说话的份了 你给我出去 我暂时不想见到你 他直接脸色一沉 对着陈元就是一顿怒斥 陈元都给骂傻了 他还想要说点什么 但是看着吴主任那想要杀人的目光 顿时退缩了 算了 还是先出去吧 别没讨着好 反而被吴主任记下了筹以后 被穿小鞋 陈元灰溜溜地离开了 吴明远瞬间又换上了一副笑脸 宁先生 您不要担心 刚才那个人成不了什么事 您有事直接吩咐我就行了 他很清楚 自己是绝对不会认错人的 孙海洋当然更不会认错人了 所以 眼前这个人才是自己需要巴结的 至于这人求刚才那人办的事情 那家伙都能办得了的事 难道自己吴主任就办不了了 实在不行 不是还有孙市长吗 说真的 宁远很有抽眼前这家伙几巴掌的想法 这家伙跟在孙海洋身边 怎么看身份也不会太低 估计至少得是特区某个局办正复职这样的身份 这样的人 解决宁远的需求 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最大的问题就是 宁远根本就不需要啊 他只想给白石头香建筑公司的工人们 找点活干 顺便让他们能在干活的时候 拿到生活费 而能招到多少农民工 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估计最多也就百八十个 这种小事 哪里用得着特区局办的主要领导来解决啊 成员那样的角色 就能完美搞定了 当然 并不是说眼前这位吴主任 办不了这件事 但是 在社会上 办什么事找什么人 是一个很讲究的学问 办的事和找的人的级别 是需要对应的 你找一个大领导办小事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这种时候 往往是你在给人家送人情 意思是我找你给我办了一件事 以后你也可以找我来办一件事了 这才是宁远最不希望的 要是真接受了这位吴主任的好意 万一这家伙 要是让自己介绍他认识孙家人 自己该怎么办 肯定是不能答应了 可是不答应的话 又等于是得罪人了 所以 宁远是绝对不想让这个吴主任 帮自己办事的 可关键问题是 自己找来能帮自己办事的成员 却被这家伙给撵走了 这就让他很头疼 只是一点小事而已 就不需要麻烦吴主任了 宁远推辞道 这怎么能是麻烦呢 咱们都不是外人 你来特区有事 怎么能不跟我们说一句 吴明远却是十分的热情 完全不给他推辞掉的机会 我们不过是第一次见面 之前也互相不知道 怎么就不是外人了 宁远心中吐槽着 却也想不出很好的办法来打发这家伙 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人家一直满脸堆笑地说 要给你帮忙 你怎么这都不好 把人撵走不是 小刘快给吴主任倒酒 人家好不容易过来一趟 我们怎么都得请人喝一杯 但是宁远还是不想跟他说给农民工安排工作的事情 这是要是让他知道了 再让孙海洋知道了 一定会折腾大的 虽然从暂时来看 自己和白石头香 能够收获很多好处 但是从长远来看 不是一件好事 宁远一向信奉 市场能决定的事情就让市场决定 不管是政府还是官员都不要过于干预 对建筑公司他也是这个态度 一开始 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关系 帮助建筑公司揽一些活 让他们能够顺利地完成外出打工的第一步 但是之后怎么走 就要看他们自己了 只要他们能够很好地完成工作 不管干什么活都是又快又好 那么宁远相信 他们一定能够活下来 而且活得很好 毕竟现在国内的经济正在高速发展 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大搞建设 而且这种建设至少还要搞一二十年 现在可以说是最好的时候 建筑公司只要不瞎搞 就一定能够发展起来 可是 如果建筑公司要是完全靠自己的关系 发展的话 那么等自己走了 建筑公司失去了关系 肯定会在未来的竞争中失败 这就是没有尊重市场的结果 宁远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 他打算随便找个理由 把吴明远给糊弄过去 然后自己再想其他的办法 给建筑公司拉点活 说实话 只是找个活这么简单的事情 真的并不是太困难 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大兴图木 工人还是有点缺的 吴主任您快请坐 今天能认识您很高兴 我陪您喝一杯 见刘靖月过来倒了酒 宁远想把吴明远给让到主位上坐下 可是这家伙怎么说都不肯坐到主位上 而且还非要让宁远坐主位 两个人好一阵推让 最后谁都没坐 反而是很随意地坐在了靠近门边的两个位子 宁老弟 我拖大叫你一声 老弟你不会生气吧 端起酒杯 吴明远就觉得顺手多了 他觉得 刚才可能是自己有些过于热情了 可能是有些下着这位背后通着天线的年轻人了 所以 他们最好还是先喝上几杯 拉近一下关系 然后再给对方解决问题 怎么会呢 我高兴还来不及 宁远也跟着呵呵笑着 两人一番客气 很快 几杯酒就下了肚 吴明远觉得 气氛烘托得差不多了 准备开口了 老弟 你跟老哥说句实话 你这次到特区来 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老哥不是自夸 我虽然职位不高 但是在特区还是有些办法的 只要老弟你提出来 不管什么事 老哥都能给你想想办法 宁远张了张嘴 正准备瞎编一个事糊弄一下 就在这时 房间门突然被敲响 刘静月到晚酒后 刚好就坐在门口 他顺手就起身打开了房门 宁远老弟 不好意思 高院长跟我交代过很多次 要接待好你 我都因为太忙错过了 这一次我特地来给你赔罪了 一名戴着眼镜满脸精明的矮胖子 一手提着酒瓶 一手端着个酒杯 大步走了进来 一进来就满口地道歉 然后他好像刚刚看到吴明远一般 惊呼了起来 哎哟 吴主任 你也在这里啊 梁广东 你小子 这道歉挺有诚意啊 我宁老弟在这里已经待了几个小时了 你现在才跑来道歉 吴明远看到他 不由地冷笑了起来 他是多精明一个人 看到一个房企老板 从酒会那边跑过来 自然就想到 刚才被自己赶走那人 十有八九 就是这个梁广东的手下 那人回去说了 自己在这里之后 梁广东自然也在酒会里待不下去了 连忙赶过来 至于宁远 大概是之前就找他们办什么事的 不过姓梁的 似乎没瞧得起他 没怎么搭理他 虽然只是一个照面 但是吴明远基本上已经把情况给猜得大差不离了 主要是这种事 他实在是经历得太多了 太有经验了 身处吴明远这个位置 下面那些房企什么的 想各种办法 接近他 实在是太多了 任何一个人 只要被认为是跟他有点什么关系 立刻就会被那些房企当成财神也给供起来 其实 刚才把那个人赶走 也是吴明远的算计 他知道 那家伙走了之后 就一定会把情况告诉他公司的老总 吴明远也好趁机看看 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大的万 连他都要八戒的人都不搭理 只是有一点他不太明白 以宁远和孙家的关系 来特区办什么事 怎么还需要找那些小公司 还有什么事 是孙市长一句话办不了的吗 吴主任批评的是 是我怠慢了 所以我这一次是专门来检讨的 面对着吴明远的故意刁难 梁广东丝毫不敢有任何怨言 废话 他公司开发的那些项目 哪一个不得需要吴明远盖了张 才能动工 吴明远都不需要卡他 只需要稍微磨蹭两天 晚给他盖一下张 他就要损失几百上千万 更何况现在哪个工地经的起查 违规开工的情况多了去了 吴明远真要想弄他 找几百条理由还是轻而易举的 所以梁广东只能乖乖道歉 而且还要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诚意来才行 两位领导 我给您赔罪了 诚意全在酒里 说着 他拿过桌子上一支盛装饰品的大碗 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到了一边 也不管干不干净 直接把自己带来的那瓶酒倒了进去 然后他举着碗冲吴明远和宁远两人示意了一下 直接一仰脖子 就把酒开始往嘴里倒 他们这些搞房地产的 虽然现在看起来一个个都人五人六的 但是倒退十年 大多也都是些好勇斗狠的主 所以梁广东的作风也颇有些江湖草莽的气息 一碗酒竟然就让他这么一口气给干了下去 等他喝完了 一亮碗底 深深地吸了口气 两位领导 你们看我这个诚意够不够 你们要是觉得不够 我还可以继续 梁总 你这是干嘛 喝这么快干什么 又没有人跟你抢 吴明远见宁远 好像并没有要和他为难的意思 这才慢条思理地劝了起来 梁广东心中一阵憋屈 妈的 老子要是不喝这么一瓶酒 你们只怕是都不会给我半个好脸色 现在老子喝了 你们又说我喝得太快 像是跟人抢 反正什么话都让你们给说了 不过尽管心里很湿不爽 但是梁广东却是一个字都不敢说出来 还是那句话 在别人手底下混饭吃 就得忍气吞声 争议时的意气没有任何意义 只会让自己的路变得更加艰难 坐吧 你也吃口菜压压 别伤了身体 吴明远不咸不淡地指了指旁边的座位 梁广东看过去 这才发现 原来吴明远和宁元两人并没有按照常规的那种主位刺猬来做 这对于他们这些场面上的人来说 是很不正常的 对官场或者商场上的人来说 酒席上的座位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官每个人的面子 不这么做 只有两种可能性 要么是他们的关系太好了 彼此之间都很随意 所以不需要讲究那么多 要么就是两个人太客气 彼此都认为对方才应该做主位 最后争执不下 只能随意坐下 但是 不管是这两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 对于梁广东来说 都是非常震撼的 他哪能想到 京城首都医院的高副院长 给自己打来电话说 让自己照顾一下的小师弟 竟然会有这么强硬的关系 和建伟的吴副主任关系都这么好 早知如此 他一定会亲自接待 并且把这人给高高供起来啊 其实也怪自已 高副院长那是什么人 自已见了他 都要第三下四陪着笑的人 他亲自打电话 来介绍的人能是普通人吗 自已这两天 还是因为项目资金的事情太犯愁了 都有些失去正常的思考能力了 梁广东在心里狠狠地批评了自已一番 然后才小心翼翼地坐在那个位置上 不过在吴主任和宁远都没有动快的情况下 他可不敢吃菜 他还得小心翼翼地观察两人的情况 宁老弟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这次来特区 就是找梁总办事的吧 吴明远却因为梁广东的到来 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 是的 宁领导组织了个建筑公司 想要来特区找点活干 我就给安排了 梁广东连忙接话 还算不错 他至少知道宁远来是干什么的 只不过 他已经忘记了宁远到底是什么职位 只记得后者是个体制内的干部 已经安排好了 吴明远又问了一遍 是的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就等令领导那个建筑公司的人过来 直接就可以上工 梁广东似乎意识到吴主任看出了些什么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他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说下去了 反正这件事对他来说 也不过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他手下那么多工地 就算是几百上千个农民工也全都安排了 那宁老弟今晚摆这一桌是干嘛的 总不会是为了招待我的吧 吴明远的脸色瞬间就黑了 梁广东额头的冷汗也下来了 没错 如果事情正如自己所说的那么顺利 还把这一桌酒干嘛 这不明显就是事情还没办成 要求人办事才摆的吗 但是这种事 换个别的情况 一般也没人会追究 毕竟梁广东刚才已经承诺了 绝对会把事情解决的 但是吴明远却非要追究 只能证明 他和那个宁远的关系 只怕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深 当然了 梁广东是万万也想不到 吴明远和宁远并没有多深的关系 他这么做 只不过是想要巴结后者而已 事情当然是办成了 这桌酒是为了感谢梁总 并没有别的意思 宁远打起了圆场 他很清楚 这就是吴明远给自己创造的 让梁广东欠自己一个人情的忌讳 果然 梁广东听了他的话 冲着他感激地笑了笑 宁远知道 自己让梁广东欠了自己一个人情 同时也欠下了吴明远一个人情 官场上的事情 有时候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明明是梁广东帮宁远 解决了一大批农民工的工作问题 但是因为 他好似得罪了吴明远 而宁远帮他解释了一下 就变成了他欠了宁远的人情 而吴明远明明在这件事上 好像并没有做什么事 却只是假装发了发火 就让宁远欠了他一个人情 事情看起来 办得皆大欢喜了 梁广东也获得了 和吴明远宁远一起喝酒的资格 刘静月成了房间的服务员 专门为三人倒酒不菜 忙得不亦乐乎 不过他一边忙活着 心中却也是无比震惊 来之前他可没有想过 能有现在这样的待遇 对于进入建筑公司 带领农民工出来打工 他一直以来的想法 就是努力试一试 但是能否成功真的不好说 可是现在 看看这桌上都是些什么人 一家大型房地产企业的老总 他名下的房地产公司 目前正在开工的工地有四个 还有三个已经拿下地皮还没开始建设的 另一个就更牛逼了 是特区建委的副主任 这可是特区啊 整个特区每天正在动工的工地 怕不是得以万为单位 而这些工地能不能继续干下去 虽然不至于说 就取决于吴主任的一句话 但是后者想要让他们停工 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有这两个人支持 别说白石头乡搞一个小建筑公司 就算是把整个高山县所有的农民工 都给一起拉来 他们也能安排得下 刘靖岳从来都没有想过 明远竟然会在特区 有这么强硬的关系 可是 他关系这么强硬 为什么不来特区工作 反而要跑到白石头乡那个穷乡僻壤呢 刘靖岳无法理解 不过 不管他能不能理解 这一顿酒喝下来 宁远都得到了白石头乡最需要的 梁广东已经拍板答应 只要白石头乡的农民工一到特区 就能到他的工地上上班 住宿他也给解决 至于宁远想要的每个月发生活费 他也答应了 每人每个月发400块钱的生活费 剩下的年底一起发 实际上 梁广东并不在意 把所有工资都给一起发了 反正白石头乡才能来几个人 最多一百来个人罢了 现在特区的市场行情 大工每天五六十块钱 这已经是全国最高了 到年底一百多天 也不到一百万的工资而已 这点钱对于梁广东来说 根本算不了什么 如果只花这么点钱 就能得到吴主任的好感 那可以说是太值了 离开的时候 他甚至直接把账给结了 宁乡长 想不到您的人脉这么广 这下子 我们白石头乡 可要起飞了呀 看到人都走了 刘静月终于兴奋地叫了起来 他很清楚 有了梁广东和吴明远的支持 白石头乡的建筑公司 想要赚钱 那简直就是 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而他作为这个建筑公司的 第一任负责人 功劳自然是跑不了的 哪怕他实际上 根本就没干什么事 但这或许就是有福之人不用愁吧 小刘 回去记住 今晚的事情 一定不要说出去 对任何人都别说 明白吗 然而宁远 却不像他那么兴奋 反而是皱着眉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为什么 这可是您的一件大功啊 说出去 让别人也能对您刮目相看不好吗 刘静月 毕竟工作的时间还短 又有一半时间在养病 完全不能理解宁远的想法 大功也未必是好事 宁远苦笑着 而且你想 这么容易就能干好 而且还好处多多的活 如果你说出去了 还能落到你头上吗 刘静月虽然有点单纯 却也不是彻底的傻白甜 他至少能明白 如果自己把今晚的事情说出去了 那么建筑公司负责人的位置 立马就会成为一个乡伯伯 到了那个时候 虽然他也有一些后台 但是想要和乡里的那些老油条 抢这个位置 只怕也没那么容易 可是 如果自己要是什么都不说 那就不会有人 抢自己的位置 该怎么做 刘静月一下子就清楚了 定回白石头乡的票 回去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招公 这次招公我们不要招太多 一百个左右最好 但是一定要那些干活干得最好 最能吃苦耐劳的 而且要找那些老实本分的 不能找那种会惹是生非的 宁愿仔细地叮嘱道 建筑公司的第一批工人 是用来打口碑的 哪怕有那么多的关系介绍 口碑也依然十分重要 所以第一批招的人 一定要慎之又慎 当然 这件事宁愿肯定会参与 但是绝对不会参与的太多 她还是希望刘静月 能够支冷起来 希望这个自己挑选出来的小姑娘 千万不要让自己失望 您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办好的 刘静月认真地点了点头 虽然她在仕途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野心 但是机会都送到面前了 她要是还不知道把握 那可就太蠢了 更何况 宁愿那么相信她 单单只是为了不辜负她的信任 她也一定要干好这件事 第二天一早 宁愿把刘静月一个人留在宾馆 自己早早地出了门 他们订的是今晚回去的火车票 还有一天的空闲 宁愿本来想带着小姑娘 出去转转玩玩 但是刘静月却抱着个笔记本说 自己要做一下回去之后的工作计划 以免到时候太忙太乱有什么纰漏 见她这么认真 宁愿这个领导也很欣慰 于是就把她一个人留在宾馆 自己出去了 当然 宁愿也并不是想要去玩 她照着秦汉林留下的纸条 找到了一个小区 那是一个看起来环境不错 但并不是特别高档的小区 小区的保安并不算严格 宁愿没费什么劲 就进了小区 她找到了秦汉林的家 暗响了门铃 你是谁 一个面向十分威严的男人 打开房门 一脸审视地看着她 你好 我是应秦汉林老先生的邀请 上门来拜访的 宁愿一看就知道 这一位肯定是个级别不低的官员 不过 虽然看出了对方的身份很高 但是宁愿却依然十分坦然 毕竟自己的这次拜访是秦汉林老先生多次邀请的 如果不来的话反而是有些不太合适 而且她也嫌得有些无聊 就想来找老爷子下几局棋 打发打发时间 她可没有想要攀附什么权势的想法 心底无私天地宽 看着宁愿这么坦然 那个威严的男人似乎也觉得没什么问题 就回过身喊了一句 爸 这里有人说是来找你的 秦汉林从里屋走了出来 她原本满脸的愁绪 看到宁愿稍微缓解了一下 然后又恢复了原样 小宁来了 快进来做吧 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看得出来 她对宁愿的到来还是有些高兴的 但是因为心里还有更重要的仇视 所以这点高兴也高兴不起来了 我的事情已经办好了 今天就要回去 这次是专门上门来跟你老辞行的 宁愿进了门并没有坐下 人家这家里明显有事的 自己就别瞎掺和了 不过 她进来后 闻到了一股明显的中药味 这让她心里的想法又有了些变化 你先坐 我给你倒杯水 原本我是想着 等你来了 再跟你杀两盘的 秦老一边拿着水杯 一边叹息着 可是家里的老婆子突然病了 我也没了什么下棋的心思 只能等下次机会了 爸 你怎么什么都说 旁边的威严男子立刻怨怪地打断了他的话 对他来说 家里人的身体情况是最好都保密的 否则的话 不说别的 就光是那一波一波打着探望借口上门来送礼的人 就足够让他应付得头疼 你给我一边去 小宁又不是你的那些下属 他是我的朋友 我跟朋友聊聊天怎么了 毕竟是父亲 秦汉林在儿子面前还是有些权威的 平时在外面威风扒面的秦丰佩被父亲这么一呵斥 也只能幸幸地闭上了嘴巴 秦老 既然您把我当朋友 那我也必须得实称一些了 秦老的态度让宁元有些感动 他决定主动站出来 其实 我是一名医生 是从首都医院的林清泉教授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愿意给老夫人看看 秦丰佩一听这话 眉头皱得更紧了 果然 下面的这些人为了凑到自己面前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也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 自己老母亲身体出了问题 竟然还干出假冒医生 跑到自己家里来这回事 他们就不想想 医生得是能治好病才算是有用的 随便弄个人过来充数 有什么意义 秦汉林跟儿子的想法不同 他和宁元之前 有过很长时间的接触 他对这个年轻人 还是有些了解的 你真的是医生 我记得你之前在火车上 不是这么说的 我确实是首都医科大研究生毕业的 老师就是林清泉教授 不过我毕业后 去了一个基层乡政府工作 但是我有一失资格证 说是医生完全没问题 宁远不得不解释一番 以自己现在的身份 想要给陌生人看病 确实是必须解释清楚才行 唯一遗憾的就是他这次出门 并没有考虑过会有给人看病的可能性 所以没有带医生方面的各种证书 否则的话直接把证书拿出来 更加能说明问题 既然这样 那你就给我家老婆子看看吧 秦汉林想了想 虽然不太信任这么年轻的医生的医术 但是人家毕竟是一片好意 也不太好直接拒绝 所以他想就答应下来 反正后面不管这小子说什么 一律不太用听就是了 不过想来 这个年轻人说话办事 都是很有分寸的 应该也不至于胡说八道 爸 你怎么能什么人都信 家里请了那么多医生来都没有用 他这么年轻能有什么用 秦峰沛自然是不知道父亲的想法 但是他对于父亲又找了一个医生 来打扰母亲这件事是非常不满的 之前那些医生虽然没检查出来什么毛病 但是普遍都说让病人多休息 多休息总该不会是错的 可是现在 一个年纪轻轻来历不明的医生 都给带进去看母亲 这不是打扰老人家休息吗 秦峰沛对于宁远 现在已经是痛恨极了 你想要巴结我就好好巴结 非要趁着我妈生病来打扰她干嘛 要是让我妈的病情加重了 我非得让你好看不可 集思广义嘛 多一个人看总能多一分可能 秦翰林瞪了儿子一眼 又转头看向宁远 小伙子 我老婆子的身体比较虚弱 不太能受打扰 你最好快一点 行吗 行 没问题 宁远一口答应 她很清楚自己现在是不受信任的 但是她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 秦翰林点点头 带着宁远小心翼翼地推开了里间的房门 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 秦峰沛坐在外面的沙发上生了晦气 终究还是放心不下 于是也准备跟进去 然而 就在她要往里面走的时候 却看到宁远正带着老爷子往外走 这就看完了 秦峰沛忍不住看了一眼手表 这不纯纯地糊弄人吗 这两人进去满打满算 大概也就是四五分钟 四五分钟够干嘛的 顶多也就只够装装样子罢了 这小子实在是太可恨了 你要用庄医生给老太太看病的方式来拍我马屁巴结我 那最起码也得把戏份给做足吧 你这样进去看几眼就出来 这不明显是觉得我智商不足 这都看不出来吗 秦峰沛脑补一堆 结果更加生气了 宁远却并没有在意她的表情 她也没有去到沙发那边坐下 而是站在房间门外不远的地方 稍微思索了半分钟 然后才开口 老太太这个并不怎么要紧 我马上就能治好 但是有一件事需要你们俩配合一下 她这一句话又一次震惊了秦家父子 特区那么多医院的大专家都来看过 却束手无策地病到了你这里 竟然是不怎么要紧 马上就能治好 吹牛可没有这么个吹法的 你说说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秦汉林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虽然也觉得宁远的话实在是太过于夸张 不可尽信 但是她还是忍不住心里有所吸迹 毕竟老婆子这一倒下 她心里也像是失了魂一样 只要是能让老婆子恢复过来 别说是治疗 就算是求神拜佛 她这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也愿意是一世了 秦枫配并没有说话 不过她在心里已经把宁远给贴上了江湖骗子的标签 她倒是要看一看 这个江湖骗子到底能说出什么话来 老太太是不是有什么感情很好的亲人最近去世 或者最近是继日的 得到首肯之后 宁远一开口 又是让爷俩大吃一惊 秦汉林没有说话 只是看向儿子 秦枫配却若有所思了起来 虽然她对于宁远是半点都不信任 但是对方问的这个问题 我大舅 跟我父亲矛盾很深 我们两家三十多年不来往 但是我母亲一直偷偷和她联系 五天前 是她去世的周年忌日 秦枫配想了一下 决定还是说了出来 老太太这个病 是不是大概也就是从五天前开始的 宁远又继续问道 秦枫配的话 让她坚信了自己心中的判断 秦汉林依然是不清楚 五天前 她还没有回到特区 好像还真是从四五天前开始的 秦枫配虽然是个孝子 每天都会前来探望母亲 但是她毕竟工作繁忙 不可能关注到母亲的每一点变化 现在回想一下 好像大概就是从四五天前 母亲开始茶饭不思 整个人没什么精神 却又总是睡不着 秦枫配当时还以为母亲是缺乏锻炼了 只是随口让母亲多走走 没想到第二天 母亲就下不了床了 她这才重视了起来 连续请了许多名医 过来给母亲诊治 结果都没有任何效果 现在被这个自己一点都不愿相信的年轻人这么一说 秦枫配才发觉 这个年轻人 好像真的不简单 我初步判断 老太太应该是非常想念她的兄弟 但又不好说出口 最终才机遇成疾 只要让她找到一个发泄口 这病自然不治而遇 宁远说出了自己的结论 病人的病竟然是想人想的 秦家父子一时间都有些难以接受 但是 这个宁远一出来就把问题问到了点子上 而且还直接说出了病人病发作的时间 这就让他们不得不重视了 你能确定吗 秦枫配皱着眉头问道 她看到父亲不说话 就知道 老爷子心里的郁姐还在 没那么容易解开 不过 为了母亲的身体 她还是不得不问一下 这会的秦枫配 早已经忘记了 自己一开始对宁远有多不相信了 就算不行 也可以试一试 反正只是说几句话而已 宁远很有信心 那我就是一下 秦枫配知道 老爷子心里别扭 一时还解不开 干脆也不去问她 决定亲自配合宁远 她听了宁远的指点后 心中更是惊讶了 只是这么几句话 就能让母亲的身体好起来 进去试试就知道了 宁远点点头 秦枫配小心翼翼地走进了母亲的房间 宁远跟在她身后 这一次反而是秦老没有进来 妈 您现在感觉还行吗 嗯 老太太躺在床上 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 妈 我想过两天带您回一趟金川 去祭拜一下大酒 秦枫配没有犹豫 直接就把宁远交给她的话说了出来 真的吗 没想到老太天听了这话 瞬间有了精神 眼睛一下子就睁开了 你真的答应带我回金川 祭拜一下我大哥 你爸知道吗 说着 她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秦枫配怎么也没想到 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竟然会有如此强大的魔力 原本母亲感觉都已经奄奄一息了 可是现在她虽然还是十分虚弱 但是眼神中的渴望 却是骗不了人的 真的神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做儿子的怎么能骗妈妈呢 要不是秦枫配的自知力强 只怕她也要跟着一起流眼泪了 她这回哪里还会说不是真的 就算本来不是真的 现在看母亲这个样子 那也得是真的了 大不了出去了再去做父亲的工作好了 想来以父亲跟母亲的感情那么好 如果让她知道母亲是因为这个而大病的 那么她心里的砍也不会太难过吧 那太好了 那真的太好了 老太太伸出手拉住了儿子的手 我现在都等不及 想让你带我回去 那你现在得把身体养好才行 我带来了一名医生 你让他给你看看 秦枫配赶紧把宁远让了出来 这么年轻的医生啊 看到宁远 老太太也是吃了一惊 老太太 我虽然年轻 但是眼力却很好 我看您身体好得很 只是年龄大了 精力有些不济 您放心 我给您扎两针 开两副药 保证您身体好好的 吃得好 睡得香 宁远笑着说道 你这么一说我才觉得 现在好像就有些困了 老太太说着 眼皮就有些长了 那我就先给您扎几针 您好好睡一觉 宁远的声音很低沉 如同摇篮曲一般 老太太的眼睛又闭上了 秦枫配看得出来 老太太这次是真的睡着了 而不是像以前那种假妹 她心里无比激动 同时又非常震惊 她怎么也想不到 特区那么多大医院的大名医 都一筹莫展的病症 被这个年轻人过来几句话 就给缓解了一大部分 真是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自已以前总喜欢戴着 有色眼镜看别人 倒是把人给看小了 宁远给老太太施完针 就跟着秦枫配一起出了房间 一到外面 秦汉林就忍不住问了起来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一切都如宁先生所说 现在妈已经睡着了 秦枫配毕竟还是沉稳 这么快就已经稳定住了情绪 宁先生 您请到这边坐 我给您泡杯茶 不过 为了表达自己的谢意 她决定亲自去泡一杯茶 茶先不着急 有两件事 我得先和你们说一下 宁远却伸手制止了她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见她面色严肃 秦家父子自然也是不敢怠慢 老太太的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了 但是之前几天的心情郁洁 造成的淤堵还在 所以我必须给她开个方子 熬两腹要吃 这一点希望你们能理解 宁远说道 虽说自己刚才露了一手 看起来有些震住秦家父子俩了 但是他们到底是否愿意 继续听自己的话还很难说 所以她说话还是非常谨慎 这个自然 我们当然理解 秦峰佩现在对她的话 却是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了 还有一点就是 我看得出来 老太太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她这次的病会一趟 金川能好 但是上一辈的怨恨 如果不能化解的话 只怕明年这时候 她又会有些心结 虽然不一定会像这次这么严重 但是人年龄大了 郁杰过重总是不好的 宁远小心翼翼地说道 她一边说着 还一边用眼睛去透描秦老 她很清楚 郁杰就在秦老的身上 如果不能解开秦老的心结 那么老两口迟早还会出别的问题 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本来那个年代 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我觉得千不该万不该 受到最亲近的人 从背后赐来的刀子 提到当年的事情 秦汉林还是颇有些怨气 她用力地撑了一下身子 这两天起早贪黑地照顾妻子 让她也十分疲惫 恕我直言 您背后的那个伤 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吗 宁远却是眼前一亮 你怎么知道 我爸的背后有伤 秦峰佩再次震惊了 如果说母亲的情况 这个年轻人至少仔细检查过 但是父亲只是跟他聊过几次天 而且伤并没有发作 这都能看得出来 难不成这小子的眼睛是X光吗 秦老刚才那个动作 看起来后背像是不太舒服的样子 我就多看了一下 宁远笑了笑 并没有过多解释 没错 我爸的背后 确实是有着三十多年的老伤 也正是因为这每过一段时间 就会把他给折磨得死去活来的老伤 他才始终无法释怀 秦峰佩证实了这个判断 宁远心下了然 难怪秦老看起来挺豁达一个人 竟然会对那件事始终无法释怀 换成谁 如果是被最亲近的人被刺 然后落下了折磨自己几十年的老伤 也肯定无法释怀啊 而且伤病每发作一次 只怕这份怨恨就要加深一次 这么说来的话 如果能治好秦老背上的旧伤 那么心中的怨念应该也可以化解了吧 宁远问道 但是我父亲三十年来 走过无数医院 看过无数名医 都无法治好背伤 秦峰佩摇了摇头 要不我来试试 宁远看向秦汉林 此时 后者的脸色已经有些难看了 秦老这几天有点劳累过度 背伤应该是要发作了 他一眼就看出老人的背伤开始发作 您不要硬抗 看着我 做一下我现在做的这个动作 用最大的力气 能摸到什么位置就摸到什么位置 宁远站起身 做了一个十分怪异的拉伸动作 秦汉林被伤发作 疼得额头已经冒出冷汗了 不过他还是强忍着疼痛 站了起来 学着做起了那个动作 怎么样 秦峰佩看着父亲痛苦的表情 心中也是十分焦急 如果可以 他真的很想代替父亲 承受这份痛苦 嗯 秦老常常地出了一口气 虽然刚开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感觉非常困难 可是当他真的照做了 并且尽量做到最大限度的时候 他却突然感到后背有了一种说不上来的轻松 这种轻松是他这三十多年来都未曾有过的 舒服 秦老以往每次被伤发作的时候 都要至少疼上大半天 有的时候甚至需要服用大剂量的止疼药才能缓解 但是这一次被疼还没达到最大程度 竟然靠着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压下去了 这让他十分惊喜 而这份惊喜也把心中的怨念给冲散了很多 小宁 你的医术真的是绝了 我看那些名声很大的神医什么的 跟你根本就没法比啊 秦汉林自已是深有体会 自已的悲伤 妻子的思念病 那都是找了无数名医来看过 却都一筹莫展的 然而宁远却非常轻松地就给两人缓解了 这份本事 说他比那些名医要强得多 丝毫不为过 我也只是帮助缓解而已 离真正治好还差了很远 宁远笑了笑 却并没有过分谦虚 给病人治病这种事 是容不得谦虚的 能治好就是能治好 治不好就是治不好 不过我刚才听说老夫人的老家是金川 刚好我也在宁北工作 如果方便的话 秦老带着夫人去金川拜祭完顾人之后 可以去我们高山县住些日子 到时候 我给两位都好好调理调理 宁远是一个做事情有始有终的人 他今天虽然是帮着这老两口缓解了病情 却并没有治好 而他现在又有正式工作在身 不能在特区待太长时间 所以就想让两人去高山县 这样他治疗起来也方便 治病这种事 本来也是应该病人迁就医生的 这个办法可以 那等我祭拜过我那大舅哥后 就去高山县打扰你几天 秦汉林身上的病痛有了好的希望 心中的怨念也就跟着缓解了 既然说出了要亲自去祭拜大舅哥的话 足以证明这一点 小宁 我听老爷子说 你来特区是要办什么事的 办好了吗 还需不需要什么帮助 秦峰佩心情愉快 就开始寻思能做点什么 帮帮明远 他虽然还没有来得及深入了解这个年轻人 但是从之前父亲直言片语中也已经知道 这小子是来特区办事的 而在特区 还很少有什么事是他秦峰佩办不到的 所以他主动询问 并且主动表达愿意帮忙 这种话 如果要是让特区的那些官员们看到 一定会大跌眼镜 谁能想得到 一向铁面无私道有些不近人情的秦峰佩 竟然会主动说出 要给人帮忙这种事来 谢谢秦先生的关心 我的事情已经办好了 下次再有什么事的话一定找你帮忙 然而宁远 却是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在特区那些官员眼中极为珍贵的机会 就这么被他给放弃了 不过他并不觉得可惜 因为他的事情是真的已经办好了 不需要什么帮忙 而且 有一个吴明远在里面掺和 就已经让他觉得有些过分了 现在如果要是再加一个看起来身份要更高许多的秦峰佩 那就完全不是白石头香这么一个小小的贫困香能承受得了的了 宁远从来都没有过这么高的奢望 而且说实话 白石头香也不需要这些 白石头香只需要踏踏实实走自已能走的路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秦峰佩没想到 自己主动提出要帮忙 竟然会被拒绝 这对于近些年来 已经不怎么会被拒绝的他来说 倒是有些措手不及 不过他毕竟足够沉稳 被拒绝之后并没有什么尴尬 反而是和宁远闲聊了起来 几句话的功夫 他就已经差不多知道了后者现在的身份 说实话 秦峰佩心中是非常惊讶的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宁北一个小乡镇里的富乡长 竟然会有着如此高明的医术 而且 在他知道了宁远这次来特区的目的之后 心中也是有些赞叹的 在这个各地 都在纷纷招商引资的大背景下 一个小乡镇的小领导 竟然反其道而行之 把农村闲置的劳动力 送到大城市来打工 这个行为无法获得什么政绩 但却是能够切实地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光从这一点来看 这个年轻人就非常称职 闲聊并没有持续很久 秦峰佩本来就是个大忙人 他能在这里遇到宁远 本来就是个巧合 一会的功夫 他就接到了好几个电话 不得不离开 小宁 我知道你着急回去忙工作 可是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是希望你能晚回去一两天 跟我父母一起 这样 他们能有你的照顾 我也能放心很多 临走之前 秦峰佩又提出了一个请求 宁远在心里琢磨着 晚回去个一两天 好像也没什么 不可以的 毕竟自己在特区办事的速度 是超出预期的 只是 我返程的车票都已经买好了 这个 这个好解决 都交给我了 几张小小的车票 自然不会难得住秦峰佩 于是他们就这样说定了 宁远在特区多待一天 顺便给秦老老两口多做一下治疗 等老两口的身体都好一些了 他们一起乘火车回去 之所以要乘火车 而不是飞机 倒不是秦峰佩不安排 而是秦老有恐非症 坐不了飞机 宁远能治得了各种病 却也治不了这种不能算病的病 然而他不知道 在白石头香 一场针对他的行动 已经悄然展开了 秦峰佩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他说过 宁远在特区多留一天 别的什么事都交给他 果然做到了 中午就有人去接了刘静月 住进了特区市委招待所 刘静月对此事十分猛逼的 直到接到了宁远的电话 才乖乖地跟着人走 对他来说 特区市委招待所这种地方 根本就不是他能够来的 首先 这个酒店虽然名为招待所 但实际上 就是五星级的豪华大酒店 是特区的门面 已经不仅仅是豪华而已了 能够住进这里的 非富即贵 刘静月的家庭 在高山县在关西市 或许能算得上市还不错 但是到了特区 他就啥也不是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竟然还有能主到特区市委招待所的一天 而且还是在二十二层 据说十五层以下 还能靠着自己花钱住进来 而十五层以上 就必须有市委领导批准才能住 也就是说 宁远跑出去晃了半天 竟然就跟特区市委领导勾搭上了 刘静月的脑子乱乱的 始终都没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他一天都待在房间里 哪里都不敢去 什么都不敢问 直到晚上宁远回来 他才跑过去 想要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来的时候 路上认识的那个老人 秦老 还记得吗 因为回去的时候还要一起 所以宁远也不介意跟他透露一点情况 他的儿子是特区市委的领导 我今天去他家里拜访 谈到他也准备去一趟宁北 于是他儿子就拜托我晚走一天 跟他们一起 路上也好 有个照应 当然 我们晚走的花费 肯定是要由他来承担的 市委领导的父亲 竟然还坐这么慢的火车 刘静月还是有些无法相信 老爷子有恐非症 不敢坐飞机 不坐火车做什么 宁远笑着说道 好吧 你也不早点跟我说清楚 吓得我一天都没敢动他 刘静月明白之后 顿时有些怨怪 早知道这个宾馆是靠着劳动换来的 他就可以坦然地住下了 哪里还需要在心里坠坠不安 毕竟回去的路上 他也是要一起帮忙照顾老人家的 祝他们一晚高档宾馆也不为过 行了 现在放心了 去好好玩吧 人家领导说了 我们在这里的任何消费他都报了 你快去餐厅看看 有什么好吃的赶紧尝一尝 宁远开始收拾起了自己的东西 他的东西是被秦峰佩派的人弄过来的 虽然也是收拾过了 但是和他自己收拾的肯定还是不一样 他还是更习惯自己收拾的东西 东西你回来再收拾吗 我们一起去 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 你也不怕我走丢了吗 刘敬月拉起宁远 略带几分撒娇地说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已经亲近了不少 要是换作别人 刘敬月是万万说不出这种话来的 或许是因为想要做的事情都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宁远也终于放松了下来 他干脆和刘敬月在招待所里好好玩了一番 第二天 他们跟着秦老夫妇一起坐上了北上的火车 有秦峰佩的安排 直接给他们弄了一个软卧车厢 虽然车速还是一样 但是享受已经大大不同了 到了宁北之后 刘敬月甚至有些不舍地下车了 小宁 等我忙完了就去高山县找你 我们保持联系 分手的时候 秦汉林老人还有些依依不舍 又多相处了几天 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个年轻人了 宁远能陪他下棋 陪他聊过内外局势 还能治好他背上的老伤 秦老甚至觉得 自己的儿子都远不如这个年轻人贴心 如果自己要是有这么一个孙子的话 那一定是相当美妙的 可惜他的孙子是一个只懂得读书稿研究的人 不是说读书稿研究就不好 只是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每天都充满了研究 完全没有别的 那就似乎有点走火入魔了 好的 我在高山县等着您老光临 宁远也非常高兴 能够帮一对老夫妇在他们的晚年化解心中的郁节 还能帮助他们 这好困扰了他们多年的身体顽疾 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好的 这种好心情也让他在接下来面对工作的时候 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 告别了秦老夫妻 宁远和刘靖月一起返回了白石头乡 从省城到乡里这段路程 又是花了两人整整一天的时间 咱们白石头乡确实是太偏远了 出个门都很不方便 去市里要花大半天 到省城要花一天一夜 这怎么能发展得起来呢 路上 刘靖月无数次地抱怨了这件事 她原本是个不晕车的人 但是经过好几个小时的颠簸 哪怕是不晕车的人 都会觉得有些不舒服了 宁远只是点点头 却并没有说什么 她不是不知道要想复先修路的道理 可是白石头乡的条件摆在那里 拿什么修这个路呢 而且修路都得要有收益 就算白石头乡东拼西凑地把路修起来了 收益在哪里 当然 让老百姓的出行更方便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 那是以后要做的事情 并不是现在 任何事情的发展 都是有一定顺序的 比如白石头乡现在 首先要做的 还是应该让老百姓的收入变高 先富裕起来 至于出行方便什么的 还是等大家都富裕起来再说吧 虽然工作的这段时间以来 取得了不少成绩 但是宁远并没有被成绩冲昏头脑 她依然是非常清醒 她知道把步子卖得更扎实一些 远比还没学会走 就先跑要重要的多 终于 两个人回到了白石头乡党委 接下来就是要投入工作之中了 刘靖岳的办公地点 暂时还在党政办公室 因为她这个建筑公司 还只是个空壳子 而且 她的级别也还不够 暂时没法给她弄办公室 而且 将来就算建筑公司成立了 她估计也是要常年住特区 或者在外面跑的 单独给她弄个办公室的意义并不大 刚回到办公室坐下 还没来得及开始工作 林果就凑了上来 作为办公室目前为二的女科员 她们俩之前的关系还算是不错 经常一起聊悄悄话 靖岳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都以为你跑了呢 你瞎说什么呢 我怎么会跑 刘靖岳听了她的话 不由地苦笑出声 而且 我是跟宁乡长一起出去出差的 你们就算觉得 我有可能会跑 也不能觉得宁乡长会跑吧 她年纪轻轻 就当上了副乡长 前途一片光明 怎么可能会跑呢 不是啊 他们就是说 宁乡长会跑啊 林果四下看了看 压低了声音 你一直在外面不知道 这几天县纪委下来人了 据说之前有一个什么商人 给宁乡长送了一万块钱让她办事 结果她没有办成 然后那个商人一怒之下 把她给告了 什么 这不可能吧 刘靖岳惊讶地喊了出来 你小点声啊 别让别人听到 林果急得恨不得直接去捂住她的嘴 他们这上班时间说悄悄话 就已经很过分了 还要再议论领导 那简直就是可以挨处分了 宁乡长怎么可能为了区区一万块钱 就犯错误呢 她怎么会把一万块钱放在眼里 刘靖岳终于镇定了下来 她是不可能相信宁远会贪污一万块钱的 因为实在是没有那个必要 她可没忘记 在特区的时候 有那么多的领导商人 争着抢卓想要巴进宁远 连特区市委的领导 都给他们安排市委招待所的高档套房居住 这种人 会看得上区区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还不够吗 那可是我不吃不喝 要攒两年才能攒得下来的钱啊 一下子摆在她的面前 任谁都会心动吧 林果却是不相信 宁远能经受得起诱惑 任谁看到那么多钱唾手可得 肯定都会伸手的 不 我还是不信 你们有什么根据吗 刘静月依然在摇头 你一会看到徐主任就知道了 这两天 徐主任就像是经历了第二春一样 兴奋地要命 他可是最恨宁乡长的人 能让他这么高兴的 只有宁乡长倒霉了 林果说出了自己的根据 说曹操曹操就到 被她这么一嘀咕 许明花突然出现在了办公室门口 刘静月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她的脸板着像是谁欠了她钱一样 但是细心的人却能发现 在她努力板起的脸下面 有隐藏不住的笑意 看得出来 她现在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宁远回到自己办公室 刚坐下 正准备把自己这几天的工作整理一下 门就被推开了 你就是宁远同志吧 我们是县纪委第一监督检查室的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你有严重的违法乱纪问题 现在 我代表高山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你 请你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 交代规定的问题 两个中年人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手里还拿着一张纸 宁远走过去 接过那张纸看了一眼 确实是县纪委的公文 这就是传说中的双规吗 我能不能问一问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她并没有感到恐惧 反而是十分愤怒 她只是想要好好的为白石头香老百姓做点事 为什么总有人要在她身后捅刀子呢 你犯了什么错误 自己很清楚 希望你能认清形势老实交代 不要抱有什么幻想 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那名纪委的工作人员依然面无表情 不过眼神却变得凌厉了起来 宁远刚回来就被双规的事情 在十分钟之内就传遍了整个白石头香党委大院 刘静月也被许明花痛批了一顿 责令她先暂停工作 进行一番深刻的检讨 一时间 刚刚在人们眼中强势崛起的新贵宁远就这样折起沉沙了 而屈亮的形象反而更加高大威猛了许多 所有人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 想要在白石头香安安稳稳地混下去 就一定不能得罪了这位大书记 谁要是赶不老实妄图跟他对着干 那么宁远就是他们的下场 就连龙四海也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半天没有任何动静 只是抱着他的保温杯 大口大口地喝着茶水 宁远没想到 双规这个词竟然有一天会用到自己的头上 他一向自问形式从来都问心无愧 绝对不会干出任何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 是真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 不过 他也很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肯定是杨友国当初留下的那个文件袋 那里面装的就是钱 他当时一摸就知道了 那些人倒也真的是处心积虑 非要把自己给解决掉不行 只怕他们从送钱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考虑好要举报自己了 宁远并不担心自己会有什么不好的下场 虽然组织很难保证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但是他们总不能随便冤枉一个好人吧 宁远只是觉得有些好笑 自己加入这个组织才不过一个来月而已 这么快就被组织给双规了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创造了一个记录 你笑什么笑 严肃点 纪委那两位工作人员差点没看傻了 他们在纪委工作多年 当然也双规过不少干部 说实话 不管是在双规之前 看起来有多正直多气派的干部 在见到他们之后就没有一个不哆嗦的 然而 像宁远这样 非但没有任何恐慌 反而还能笑得出来的 他们绝对是第一次见到 难道说这小子真的是心里面没鬼 还是说他是有恃无恐 询问的地方 有点像警察局的审问室 不过这里 比审问室可要严谨多了 不光窗户被黑色窗帘挡得 严严实实不透半点光线 就连椅子桌子的边角都用不包了起来 看得出来 进到这里的人 不光说别想出去 就连想死都不太容易 椅子分了两边 一边有一把 另一边却有两把 明远一下子就知道 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了 也不用别人说 直接自己走过去坐下了 两名纪检人员 互相对视了一眼 这么配合的腐败分子 他们还真是头一次见 人家都坐下了 他们也不好继续站着 于是也就直接坐在了对面 我是县纪委第一监督监察室的主任冯万里 负负责调查你的问题 希望你能认清形势 不要心存侥幸 老老实实地把你的问题全部都向组织交代清楚 年纪稍微大一些的那人先开了口 而另一个人则是打开了一个本子 准备做记录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该交代些什么 明远淡淡地说道 把你以前干过的那些事情老老实实地都交代出来 不要妄图玩什么花样 没有足够的证据 组织是不可能把你带过来的 逢万里的态度顿时严厉了几分 我干过的事情那可太多了 比如我刚参加工作 就写了三天材料 然后被派到高家村去督促下忙工作 还因此得了一个县级先进个人 然后我又招商引资 宁远开始清点了起来 别看他工作的时间不长 但是干的工作还真不少 出的成绩也是相当不少 逢万里听着听着脸就黑了 他一拍桌子 直接打断了宁远的话 组织是让你来交代问题的 不是让你在这里自吹自擂的 就算你曾经做出过一些成绩 那也不是你犯错误的资本 问题是我实在不知道该交代什么 宁远两手一摊 他才工作几天 就算是有心犯错误 也还没来得及 哪有什么好交代的 看来你的记性不太好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是跟钱有关系的 你有没有私自收受过什么人送的财物 好好想一想 逢万里冷笑了起来 在他看来 这小子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纪尾既然找到他 那就一定是已经掌握了一些东西 既然这小子不肯配合地说出来 那就让他给提提醒吧 这怎么可能呢 我不过是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 手里又没有什么权利 谁会那么傻给我送钱 宁远看逢万里的那个眼神 就像是在看一个傻子 刚刚参加工作就敢收受贿赂 你的胆子可真是不小 逢万里被他的眼神给气到了 我问你 8月18号上午10点23分 是不是有一个叫杨友国的包工头 曾经去过你的办公室 他临走的时候 是不是还留给了你一个文件袋 你有没有打开过那个文件袋 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他一口气把人物时间地点全都说得清清楚楚 就是要让这小子知道 他们已经什么都掌握了 继续心存侥幸赋予顽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哦 你说那个呀 宁远也做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 那个我打开看过 里面装的是一万块钱 除了这个之外呢 逢万里一口截断了他的话 根据他的经验 现在正是犯人心理防线最脆弱的时刻 自以猛打猛冲的话 可以直接突破对方的心理防线 让他把所有的问题全都撂出来 除了这个之外 就没有了呀 而且这个 宁远摇了摇头 好像是要解释什么 但是逢万里可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解释就是 重新建设心理防线 哪能让他这么轻松 我们调查过 你的个人账户上有三百多万现金存款 你告诉我 这笔钱是从哪弄到的 你知不知道 贪污三百多万 把你枪毙十回都够了 逢万里直接站起身来 上身抚在桌子上 脸凑到宁远面前 恶狠狠地问道